我們來將軍堡參觀 將軍堡有金門國家公園修復 我們來四處走看看 這也是廁所 這一個坑道的樣子,我們走進來 將軍堡又稱L55巨點 位於電影箱後頭聚熱我領海處 進入這裡坑道參觀 這裡可以看到大金 今天的海浪非常的大 這裡叫色口體驗區 這就是它的色口 我們可以看到它天花板上有梅花的標誌 這裡全部都是色口 就一路走回去 我們再繼續參觀 這裡是一個色口 這裡還滿潮濕的 可以看到它 之後 時間到啦 這裡是一個色口 將軍堡看 金門大橋營出非常好的地方 我從這裡看 可以看到金門大橋 這可能都是以前的標語 快快樂樂樂在列雨 平平安安回台灣 這邊 最後的這邊 最後的這邊 最後的 看看這裡可以看到這裡 看看這裡可以不可以出去 這裡可以出去 這樣子就走出來 這裡有 它的 建制 那個 我剛才就從那裡走出來的啊 我們來看金門大橋 從上面可以看金門大橋的群景 是 是一個很好的展望地點 是一個很好的展望地點 前方就是金門大橋 好了這樣子我們這個據點就差不多參觀完畢了 啊在另一個地方那裡就是卡山發電廠 以前的水頭馬頭就在那裡 自然間金門大橋通車後那邊就比較少人走了 好了那我們將軍寶的探訪就到此結束了 我們前往虎寶這裡就是虎寶 虎寶是沒有開放的 可是它門上面那隻老虎畫的還蠻有特色的 所以很多人也會來這裡拍照留言 這裡就是虎寶 虎寶 虎寶屬老虎的對不對 對 這隻老虎很漂亮耶 各位觀眾好這裡就是虎寶 虎寶聽說有一個故事 他如果說這個門從這裡打開的話會 虎寶啊 就打開虎寶會傷人啊 所以這個門通常都是不開的 這隻老虎做的還蠻有型的 在這隻老虎做的 這隻老虎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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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要去嗎